来到8月22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凯旋 种植语言产业部长拿督凯鲁丁 从土耳其返马后 没有进行14天隔离 引发争议 卫生部今天终于做出交代 指凯鲁丁其实在8月7号 已经接获罚单 并缴付了1000令吉罚款 不过民众对此说法并不买账 反而提出更多疑点 包括卫生总监两天前 还说在调查中 以及风波爆发至今 凯鲁丁没有出面解释 已经缴清罚款 而凯鲁丁也迅速出面灭火 在下午发文告 向全国人民道歉 并决定将5月到8月的 所有部长薪水 捐给卫生部旗下的 新冠肺炎基金 凯鲁丁发文告说 作为部长 他有责任在复苏期 行动管制令期间 遵守条规和标准作业程序 如内阁早前所做出的决定 他3月到4月的薪水 已经捐给新冠肺炎基金 如今决定也捐出 5月到8月的薪水 也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卫生部早前在文告中指出 凯鲁丁是没有遵守 1988年传染病控制 及防范法令 不过卫生部也强调 凯鲁丁进行了三次测试 结果都是成阴性反应 虽然如此 民众显然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纷纷涌到卫生部官方面 子舒留言控诉 只开出1000令吉罚单便宜了部长 部长作为人民榜样 不应该这么做等等的言论 此外 两名内阁部长今天也发声 即言一旦卫生部调查后 证实凯鲁丁为例 将会依法对付 包括提控上庭 部长也不会例外 首上署部长拿都达基尤丁说 尽管凯鲁丁是部长 但是回国后没有强制隔离 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对付 周朕国防部的高级众务部长 拿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也重申 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 包括正副部长 击打州疫情疑似告急 双西大年安邦安亥国小 今天校午忽然宣布关闭 至9月1号 所有学生必须在这两天内 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让人不禁怀疑 由老师或学生确诊所致 留下重重谜团 安邦安亥国小学生分为两批进行检测 今天是一到三年级 明天是四到六年级 不过学校发出的通知 并没有说明学校关闭的原因 根据现场观察 学生皆独自进入校内进行检测 父母禁止陪同 在校外等候 部分学生在完成检测后 被套上粉红色的隔离手环 但一些学生却不需要 家长猜测 医护人员或许是 根据学生身体情况作出判断 可能有些学生属于高风险群 为了确保安全 被套上粉红色隔离手环 需要居家隔离 也有家长透露 从本月14号起 许多家长已经不让孩子到学校上课 因为担心受到感染 因此对于目前学校被指示暂停关闭 感到满意 接下来关心社会新闻 雪州八达林在野发生一宗冷卸命案 一名印翼电照车司机 与女友吵架后疑似心有不甘 趁女友出外购物时 以应务重击女友两岁儿子的后脑勺 在杀死她后逃之夭夭 警方最终在案发16小时后 逮捕她归案 此案是昨晚11点 在雪州林市白沙罗某组物单位内发生 小死者的母亲 昨晚与男友爆发激烈中之后 就出外购买食物 打算给彼此冷静的空间 谁知道在回家时 发现儿子倒地不省人事 男友则不见踪影 林市警局主任聂伊查尼助理总监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死者母亲随后将儿子送去医院急救 但小死者已经返回发述 因此母亲也赶紧到警局报案 希望警方赶快追查26岁的男友下落 警方也迅速公布 死者母亲26岁的男友照片 全面通缉她 最终将险犯逮捕归案 换个焦点 森美兰州万贸通往波德森路段 今早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轿车失控 与粉方向摩多相撞 再撞向一名路人 造成摩多歧视夫妇和路人受重伤 当场惨死 这起意外今早6点发生 死者是共乘摩多 要前往端姑惹花医院上班的一对印衣夫妇 结果被一名印衣老翁 驾驶的国产卖为轿车撞上 由于撞击力猛烈 轿车在路上打转 最终撞上从祈祷所走出来 准备返回家中的42岁无异妇女 由于身受重伤 三人皆当场残死 基于新冠疫情还没有消退 政府实施多项措施严管国家边境 以防偷渡客入境我国 但还是无法斩炒除根 最近有人发现 本地渔民趁着出海捕鱼 顺便接送偷渡客入境 以赚取每人800至1000令吉的船费 虽然载的人数不多 但最终难逃罚眼 最近 由于民趁出海之际 顺便接应偷渡客 并在市更装海域一带上岸 多数仅接载2到4人 以避开执法队伍取缔安全区 水井普通行动部队中区 八升港口水井和五级阿曼警察总部 防范贩卖人口组 动员73名执法人员在本月19号至20号展开两天的取缔行动 进而揭发上述载运人蛇的不法招数 他们在市更装海域展开巡逻工作 成功查办7艘渔船 逮捕28人归案 包括7名驼手和21名船员 被捕者皆是外籍人士没有合法文件 警方目前已经扣押7艘渔船和冲攻船上所有渔货 并做进一步调查 大马第二家园全国顾问协会原任总会长林国师说 从去年9月到现在 共有5000份有关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家园计划申请被拒绝和退回 预计就让国家面对流失38亿令吉收入的局面 林国师说以每1000份申请约67亿7600万令吉收入来说 38亿令吉是我国面对的最保守损失额 他说去年和今年被退回的申请文件大约4000份 至于去年9月至11月则有1000份申请被拒绝 而当局给出的理由是包括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和由于要提升此计划 所以暂时冻结申请 林国师也说受到疫情影响 该协会属下的250家公司中 几乎从今年开始就面对没有收入的困境 导致这些公司选择性或暂停营运 一名定居英国的大马女商人 半年前一位朋友在面子上问她 是否想要领养一只拨脚的流浪狗 让她蒙起怜悯之心 不惜花费超过1万令吉 通过航空托运 将狗狗从大马带回英国领养 并将狗狗取名为小幸运Lucky 希望一切都会带来好运 定居英国曼彻斯特的大马女商人龙斯敏 所领养的跛脚小狗 是一名居住在深美兰州芙蓉的面子书网友 在勾取捡货的流浪小狗 当时小狗毛发脱落 受骨如财 她看后非常不舍决定任养小狗 并转交给医保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主席宋伟昭 代办托运事宜 而小幸运在上个星期六通过托运 飞往英国伦敦 周一下午和主人欢聚 龙斯敏接到小幸运后 小幸运一点都不怕陌生 一接到主人就活蹦乱跳 似乎知道龙斯敏就是帮助他的善心人 也相信小幸运可以为龙斯敏一家带来更多欢乐 来关注国际疫情 经过六月份的小规模爆发后 中国北京的新冠疫情已经受控 两个星期没有新增本土个案 而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宣布 允许市民在户外活动时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过与同伴以外的人近距离接触时 就需要佩戴口罩 这项新指引详细列出了 北京市民参与户外活动的各项规定 包括户外活动时不随地吐痰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或纸巾遮眼 口鼻分泌物或土痰时用纸巾包好 再丢进垃圾桶 而不用戴口罩的措施也让民众松一口气 不少北京市民高兴地说 终于有脸见人了 来看冠病疫苗开发进展 美国装申公司计划在9月启动 新冠肺炎疫苗第三期临床实验 这项实验将在美国近180个地点进行 尤其感染率很高的地方 并计划在全球范围招募6万名参与者 另外俄罗斯研制的第二款新冠肺炎疫苗 正在接受第二期临床试验 目前进展顺利 预计在9月份结束 在第二期试验中 接种该疫苗的志愿者共有43人 目前志愿者的总体感觉良好 没有出现明显副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年尾爆发以来 至今已经在全球夺走了近80万条人命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希望 疫情能在两年内结束 谭德塞指出 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 也是肆虐了约两年 如今新冠病毒也在全球迅速传播 但我们拥有更先进的科技和知识 来遏制新冠病毒 希望能在更短的时间内阻止病毒扩散 来关心疫情以外的大事件 美国德克萨斯州 科伯斯科里斯地港口 一条天然气管昨天上午发生爆炸 导致6人受伤 4人失踪 这条水下天然气管道 是被一艘挖泥船撞击后发生爆炸 现场出现严重火灾 冒出熊熊烈火和滚滚的黑色浓烟 事发前有18人正在驳船上工作 当中的4人在事发后失踪 雪州巴达林在野警方一直都严厉打击网络赌博中心 最近在掌握了临市市区97间网络赌博中心的地址后 就连同市政厅和国能逐一截断这些单位的电源 让他们无法继续营业 新闻的最后 带大家看看执法单位到各地方中断电源的执法行动 我是凯旋 晚安 新闻的地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